很多人就说你很像现在的三毛 那因为我跟我先生是 就异国恋情在撒哈拉 可是我觉得我现在经受的是 很多传统婚姻当中 女性在面对的问题 在三毛美丽的故事中 你会看不到这部分 蔡世任是台湾人 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外生活 曾经在法国十年半读人类学博士 在2010年北非茉莉花革命期间 来到摩洛哥的人权组织工作 因而认识来自撒哈拉沙漠 担任导游的丈夫 我没有想到 我没有找到 我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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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继续跟着我和你 因为我继续跟着你 我继续跟着你 我们继续跟着你 一开始我叛加信誓 她是对于需要帮助的 对于一种 一种很怜悯跟很想要帮忙的心 所以其实 我觉得那时候我就看到说 她的心很软 然后很善良 我妈就问我说 你确定你要跟这个人结婚 我就说 目前很确定 我妈就说 那沙漠生活很辛苦 我说我知道 然后传统家族婚姻很辛苦 我说我知道 我妈就说好 然后我妈就去帮我准备假装 我在撒哈拉 其实我除了跟我先生的感情 我还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 不是只有撒丘跟起落 是还有其他的部分 然后你一定都可以把它带到 武化的部分 然后带到生态的部分 然后全球暖化 跟气候变迁的部分 因为我们就是活在这样子一个 一个时代 当初想象中的困难 都还好 真的遇到 面对的都是当初不会想到的 因为这是一个穆斯林的国家嘛 那当然我在这部分的宗教压力 它绝对会有 可是我也没有 没有办法真的 那么样的去 去走入他们的宗教 我那时候在人权组织 我们一直在倡导人权 倡导女权 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理所当然 可是这个地方并不是 我先生跟我结婚 已经是一个非常 惊天动地的举动 因为他们都是族内同婚 甚至是近亲同婚 他们期望中的媳妇 就是在家里 然后生小孩 然后照顾 然后绝对的服从 当地的男性 都是不屑跟女人打交道理 可是我就是抛头肉 并在外面工作 然后包括说 只要是有讲中文的客人 我就要出来工作跟帮忙 我先生一直很痛苦 他觉得他走向我 好像背离家族背离传统 可是他一旦靠近家族 他又觉得很像 他又不知道该怎么样 爱我跟对待我 可是我需要一些 自由的空间 才有办法去推动一些志业 我之前有 找过一只小狐狸 买卖 然后可能这部分也是 我反而是我在这里 生活当中一个很 真正两年的一些 一个支柱跟最美好的部分 狐狸就是 经过医疗之后 他活下来的 因为我很爱他 那我很清楚野生动物 他不会是宠物 可能有一天 门没有关到还是什么的 然后他就跑回去了 然后我知道他是往沙丘跑 对他就是回家了这样 我很谢谢他 就是让我陪他陪两年 然后变成我现在看到沙丘 对我的意义又再更多一个 因为我就想说 啊我的小狐狸在这里 我如果真的走 我不认为我会再回来 因为那个整个传统是 那么样巨大 跟保守 跟不可撼动 即使我放弃 还是说 好即便说我今天 我离开我先生 我回台湾 可能很多人觉得 啊 蔡茨的婚姻很失败 可是这不会是我 对我自己的认知 因为整个过程 我跟他很认真的 我跟他是真心向爱 那我们都努力过了